底下部分的畫面在測試不錄知的 所以實際上的情況還請各位要正式福德為準喔 哈囉 這是這次更新的最後一部影片了 那要來介紹的是新角色 歐提斯 歐提斯他的個人資料在官方的Botalk上 有稍微講解過他的角色起源了 反正他就是一隻深海上的神秘生物 歐提斯他的移動速度是中等 鐵段速度也是 形象上是有著5700點的血量 跟重製過的佩妮是一樣的喔 他的攻擊射程是稍微普通了一些 在試用裡面也是碰不到牆壁的 然後他的攻擊方式是射出3發水槍出去 每一發能夠對敵人造成690點傷害 以平均可以對敵人打中2發來說 這點傷害其實是不太高的 歐提斯的攻擊彈道雖然是直線的 但實際上他的子彈是會隨著距離慢慢的往外散開 他的大招充能大概是要命中9下攻擊才可以把他充滿 效果是射出一個海星出去 被這海星吸不到的敵人會被禁延3秒鐘的時間 這3秒你除了移動之外啥事都是不能做的 大招的射程跟普通攻擊是一樣長 寬度的話則是寬蠻多的 這個大招的效益看起來還挺不錯 不過問題是出在於命中力的部分 你要拿來打近戰的角色大概沒問題 但是要拿來對線的話可能還是有點賭運氣 而且重點這個大招是沒有附加任何傷害的 大招有沒有辦法對敵人造成的傷害是一件差很多的事情 這點你可以從哥哥身上去看到 所以歐提斯比起其他角色來說 他的整體傷害算是很低的喔 接下來是能力之隙的部分 歐提斯的第一個能力叫做強力吸盤 效果是大招被吸不到敵人那個禁延時間會被增加33% 也就是變成4秒鐘的禁延時間 那第二個能力叫做莫囊充足 效果是攻擊噴出去的子彈會多33%的數量 也就是從3下子彈變成4下 這個第二個能力呢很明顯比起第一個來說是強了一大截 畢竟是直接把攻擊傷害從2100提升到2800 你要不好用呢真的很難 同時你帶上這個能力也能夠補足歐提斯整體傷害偏低的問題 至於第一個能力大招禁延時間增加1秒鐘 這個就有點可有可無的感覺喔 還不如直接增加攻擊子彈去把對手早點尻死 武裝配件的部分 第一個配件呢叫做海星伏擊 效果是下一次的大招如果沒打到敵人的話 那個海星會變成陷阱掉在地上 完全是跟貝爾的陷阱配件一樣喔 就是等敵人走過來然後踩到這樣 而且這個配件呢也是可以重複疊加的 第二個配件呢叫做超級墨球 效果是下一次的攻擊會噴出一個水球出去 會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810點的傷害 持續3.8秒 這個配件跟保力的攻擊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包含他的音效也是 我和利爾懷疑官方這邊呢又在省預算 那持續3.8秒的時間感覺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反正呢你就把它算成它就會跳4次 也就是3200點的傷害 OTC的這兩個配件效益感覺上都還蠻不錯的 你禁言陷阱可以拿來搞敵人心態限制他的走位 水球的配件則是可以限制敵人的移動 或是拿去扁金庫 三下呢就可以對丁庫造成1萬點的傷害 還蠻痛的 那這次新角色強勢的點 大概要等他第二的立志性出來之後才會正式起飛 不然以他現在的傷害在目前的版本真的是上不太了台面的感覺 大招本身也因為沒傷害的關係 所以呢是斷不了敵人回血的 哥哥當初就是因為他的大招沒傷害喔 所以他在剛出的時候定位就超級尷尬 我個人是不排除 之後的禁言效果可能會連自動回血也一起去把他限制住 或是說會增加一點傷害拿來斷敵人的回血 所以來說 OTC他就是一隻專門拿來搞人的一隻角色 那至於他70級的通行陣造型 我覺得在這邊有必要特別拿來提一下 OTC的通行陣造型叫做神秘法老王 風格就變得有點像木乃伊 然後旁邊的海星則是變成了甲蟲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造型呢? 就大家應該都知道 壞亂鬥的配件是不管你用什麼樣的造型 他都是不會改變配件的特效的 所以你很常會看到你的攻擊打這樣 但配件是打那樣 會很粗細 但這次Supercell是有把一配大招射出去的那個陷阱滯流 給跟著做改動 原本的造型是射出海星嘛 那這個通行陣造型呢 是射甲蟲 所以你用巴老王這個造型開配件的話 是會變成有一隻甲蟲在地板上睡覺喔 關於這點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個很值得拿來特別講的一件事了 那講回這次角色的本體呢 我覺得以現在全部的角色來看 這次更新的OTC好像沒有特別浮誇的感覺 除非你是在優勢的情況去打草叢貼眼戰 你大招先手開下去 那你是絕對會贏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更新的全部資訊啦 那這部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就過幾天再見囉 掰掰